账户都是扣押状态 所以这个是特别去银行申请到的 申请到的一个交易的这个细表 陈培琪秀出表格 细数由他经手入账的客家金流 虽然没看清楚就马上放下 但等等倒带回去看 这份表格好像怪怪的 因为真正从银行申请的历史交易明细表 跟他手上拿的并不一样 银行真实版本会清楚明练 日期时间摘要收支金额 还有交易续号跟对方账号 但陈培琪所展示的表格 只有写陈培琪银行薪资转账户 跟日期金额其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银行的横市明细表 还有时间跟续号浮水印 每张也都盖有银行章 精致的程度和陈培琪手中的大不相同 难道陈培琪的表格是自制的吗 陈培琪他却用一个长时间的方法 来模糊就是相关储存的时间 当然如果把时间拉长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问的是这个短时间内 为什么要这样去存入 陈培琪用检疫表格 想证明客家无比共1628万的金流 来自妈妈账户 陈培琪自己的薪资账户和存款 还有柯文哲选举节余 演讲通告费等等 但简连清查客家账户 发现和金华城便当会时间息息相关的 是来源不明的619万 60次600万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我不知道这个周端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周端的确有说陈培琪 在2020年3月到4月35天内存了十几次 共157万 以及2023年10月到今年5月40多次存了462万 619万密集用ATM存款 时间也和五大金流根本都不拢 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当然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只是佩琪姐 你不是一个月去一两次 是一个月十几次啊 林贵是很麻烦 但该说清的始终没说清 ATM实现的存款自由 归根究底是怕麻烦 还是怕被种麻烦 东森新闻知识中心综合报道